欢迎收看《开来见我》 Vincent,小弟经常都说 何谓香港人呢 其实其中之一个 在我们香港族群里很重要的 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我们跟很多东南南国家的关系很紧密 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 他叫来自印尼还是来自香港呢 不如你自己介绍一下 你的成长历程和你的工作是怎样的呢 大家好,多谢许征和Vincent 给我一个机会分享 其实我很早就认识许征 许征是我中学师兄 所以很明白的,我是一个香港出生的香港人 但是因为我的旅程妈妈是印尼滑桥 现在就在印尼工作 上年开始就移植了去耶加达在那里工作 所以Vincent介绍他的时候 我刚才以为是巧合 你究竟是印尼香港商会的代表 还是香港印尼商会的代表 原来听他说,两个身份都有 是的,因为我们香港就在2017年 印尼总统来香港 visit的时候 之后我们就组成了一个香港的印尼商会 我也是其中一个 founding member 然后我们本身在印尼也有一个 组织了很久的一个香港商会 所以你香印又有,印香又有 这样就很容易 你为什么帮提子卖网港 多谢前辈给我的朋友 参与两边的组织 你身份就比较特殊 但是香港人很多时候接触印尼人 当然就是家里的帮助手 家庭的家务助理或者用工 大家都可能留意到你的姐姐 最近可能都已经是开始fasting 不吃东西了 要是就要迎接这个 就迎接这个新年来临 回家新年 就是Ramadana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过这段新闻 也都知道印尼大选之后 其实局面也相当有趣的 许晶你开了 生活层面入还是政治层面入 你问Angela, 邮先生 先担心吧, 邮公子 刚才不是很多年前 就有印尼总统来到香港 或者邻近尼 包括中国大陆 然后就开展了 就是我们所谓 刚才Vincent所说的 印香又很香 这个商务的关系 这次这个大选其实都很多人注意 因为印尼是其中一个民主大国 因为选民的数量很厉害 和美国都不相伯似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现任的总统或者总理 选得很辛苦的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叫Jerisa May Mae姐叫她选多一次的话 她告诉你 我死十次好过了 对不对 为什么 无论选前选用过程 到现在这一刻 就是现任总统 坐货为多多 就好像一路领先优势都明显 你怎么解释这个原因 其实她刚才说 就是今次印尼的选举 其实一个挺触慕的地点 就是因为一个接近3亿人口国家 其实今次一个合法选民 其实接近2亿的 其实投票率 其实最后的统计 其实是有八成的 一个成功投票率 所以其实这个国家 我想除了印度之外 其中一个最大在亚洲里面 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国家 印度就是世界最大民主选举的国家 是的 最大 印尼都是两个印都很厉害 印度和印尼都是很厉害 两亿多的选民真的很快乐 八成之近的亿 一亿九度 Vincent说得对 其中最大一个挑战在印尼 就是印度当然大 但是印尼比印尼更加挑战 就是挑战 就是因为本身 印尼是有一万八千个岛序 其实岛序里面其实都有 因为现在印尼也继续发展经济 其实很多二三千城市 都在某一个岛序上 所以其实本身动员 譬如我们叫做一个选举委员会 叫KPU 它是动员很多人力民力 在那里如何组织整个选举 4月17号的选举 我们商界或者我们那边的外派人员 expect的圈子 其实大家都重视 今次究竟会不会很顺利 或者整个运载 但是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就是很多事情是很和平 很顺畅地发生 我看到国际新闻 都记得很多香港人 是说匪夷所思的 就是说KPU 就是印尼的选举委员会里面 有过百个负责点票的人 是过路 搞到猝死的 其实是否真的这么恶劣 我相信 还是有点假新闻的成分 我想两边都有 但是我相信 就是因为这么庞大的选举工程 牵涉的人力物力的话 其实我想当众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很多赌序 是可能要人手搬运 那个ballot box的时候 其实可能当中会牵涉有点意外 或者病 或者怎样 其实都不奇怪 就是不是数票数到死了 可能是 因为好像香港人说到 数票数到死了 好像香港人那些夸张受罚 可能国际媒体会 就是喜欢提到的 但是起码就是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 整个到原来 还有我们看到就是 在华侨的圈子 这次我想历来来 那个投票率也很高 也很积极参与 那Andrew刚才提到 不单是选民基础很大 投票率很高 民众热情也很好 虽然很不幸 因为这么庞大的选举 有一定的损失 包括人命损失 看看之后如何避免 当然回到那个话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见到 现任总统的支持度 其实比起他五年前上任的时候 其实不单止没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反而好像各界对他的 其实那个期望 就是政策政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记得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当然我们 都是围绕一个其中的核心问题 其实全世界现在 国家的元首都要看看 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 在这方面其实人民的情况是如何 其实现任总统 或者过了五年的政绩 其中一方面我想得到 署名的支持 所以为什么今次 其实他的投票率是高 之外就是他那个得票率 现在总统是56% 另外二号候选人是大了46% 那么其中主要原因 都是我想在印尼 现在五年里面无论在基建 无论在多边关系的贸易发展 还有在反贪方面 现在总统其实他也做了很多功夫 其实刚刚我最近先 我们香港商会探讨过就是 刚刚印尼就是首次地铁通车 当然我们讲笑就是 其实印尼长期以来 都是很需要缺乏地下铁路的 但是今次通车也都看到 就是说很多是很顺畅 也都是成为现界政府的一个政绩 所以也都期望就是希望 印尼刚才说到 在一个这么地缘广大 有三个时间 在一间国际时间的一个国家里面 怎样能够可以 那个基建上更加加强 还有在贸易方面的政策 更加有透明度 也都其实是希望 现在总统的政策可以延续 就是希望引入更加多的外置 其实刚才说回 刚才提到香港和印尼 其实我们最近印尼的投资贸易部 其实公布了的资料就是 2018年外商的 我们叫FDI Dire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第一是新加坡 第二是日本 第三是中国 其实第四的地区是香港的 所以其实香港很多的公司和资金 某些大的财团和财团 其实已经很早期是在窄金印尼 也都陆陆续续来 因为我看到 譬如我们商会更加留意到 很多港资的公司 或者香港背景的公司 是愿意投资在印尼 所以今次的总统选举 它能够成为一个指标性的作用 但是香港人有时都停留在某种历史 就是说印尼的排华 的运动 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 现在那班选民怎么看印尼和中国的关系呢 我觉得香港是好一点的 因为有很多姐姐回到去 又和我们有些比较深厚的感情 当然我们也很丑地有一宗虐待 殷庸的案 那个我都心里很拿着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印尼人和香港是挺密切的 对不对? 但是和中国的国与国之间的情绪是怎样的 是 其实这个好问题 我觉得我想我经常在商务里面 我们经常说笑 香港人主要是关于印尼 是三方面是比较认识的 第一除了就是工人姐姐 第二就是巴厘道 因为很多人去旅游或者婚礼 第三就是印尼撈棉 是 我想这三样东西 咖喱也可以的 是的 即是食品方面 羽毛球也可以的 食品方面 4月17位印尼的大船 是 其实早几天就在印尼 在香港 就是香港的印尼的工人 或者一些外派人员 就有份投票 香港的投票率 是全这么多地方的印尼选民是最高的 你也看到香港政府是好好地 鼓励这里的印尼用工去投票 也开放了很多地方 你那天有没有去湾仔 我那天我刚好去湾仔 直接是 到呢 是 多人到呢 真的很夸张 真的很热情 其实印尼对香港人的印象 或者可能他们在香港工作经验 其实是挺好的 因为相比其他地方 我想他们是觉得香港环境 或者保障各方面 是一个很先进的城市 那印尼一般 无论是否华裔 他们看中国和北京的关系 会是怎样的 可能是 在回来那一节再详细讨论 还有很多个人 Andrew 就是工作上 事业上的得失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好 我们今天找到游公子 去精华 阿晋爷找到游公子 其实就是印尼的华侨 但是其实都在香港读过书 那我们经常都 现在就经常说一带一路 但是在这个概念之前 就叫做金砖四国 就是BRIC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后来变五国 因为南非搞世界杯 就排卖下去 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时间 不如六国的 两个I字 那个I字 双I 印印 我经常说 金砖有脚印 就是印度印 所以你说大国关系 如果你说当时的金砖国 和现在的一带一路 怎么也要探讨中国和印尼的关系 不只是看中国和印度 不是龙对象 那么简单 而是中国印尼的关系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 内政很多时候 被外政影响 就是他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 不如也详细讲解一下 大概印尼现在 对中国的国策是如何 其实现任总统 他在任内五年内 其实访问了中国六次 香港一次 那我想是历届 自从建国以来 第一任总统之外 就是访问中国最多的 那我想其实 他的行动都很明显 就是我想 现在他是想行一个 比较务实的政策 那所以譬如 在他官员内阁里面 都会见到 有华裔的官员 亦都是我想 比较务实政策的同时 亦都很开放给中资机构 来人来投资 和做生意 那另一件事 也是这十年里面 改变很多的 譬如我小时候 譬如在印尼 是不会农历新年有假期 那现在有假期 哦 是的 初一是一个公众假期 那也都看到 中文的媒体的发展 譬如现在印尼 会有中文的 当然是普通话的 一些的新闻台 一些的资讯 那我看到就是 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 其实对印尼的影响 都是相当多 所以我想 现在的政府 或者新一代的官员 或者政策的局长 其实他们都是 很多和内地的交流 和一些双边的关系 每一年都发展得很快 是 那好像Andrew 那样说 或者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都是 就是我们和印尼 或者华人和印尼的社群 其实都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嗯 那正如开场吧 你提到 其实你在香港 土生土长的 那后来 无论是家族也好 个人也好 有很多工作的机缘 你都是选择回去印尼 就是据我所知 你现在算是 长住在印尼 或者两边走 那我想问 你现在近距来观察到 不是再听上一辈 或者两辈所说 你见到印尼的工商业的机会 或者整个城市布局 各个方面 因为最近又说 五月初的时候 就说 可能印尼要考虑千刀 或者有其他的首都 等等 这些这么大的新闻 你怎么看 现时印尼的总体商业 发展前景 我想 因为我们大部分 我们叫外派人员 都是集中于 主要在耶加达首都里面 其实耶加达本身 如果日口来说 是一个2000万的人口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想 千刀其中的原因 也是 我也很赞成的 或者我们本身 我们这里 香港印尼商会 都愿意去提倡 就是因为 我想耶加达本身 已经是太过注重 其实很多国家的资源 应该是去发展出去 但当然 其实我想 未来的模式 都是像New York和DC那样 始终商业 都会在耶加达 然后政治首都 可能会摆领其他城市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这几年 是一个 印尼会 是东盟最年轻的 一个国家 所以本身 是在一些 e-commerce fintech 贸易 一些基建 或者工业里面 其实都是发展得很快 所以我想 我们香港 当然我们背靠祖国 有很多事情 例如来到达湾区 有很多事情 可能会发生 但其实香港 亦都是能够在印尼 我看到很多香港 港资的公司 或者越来越多 香港管理层 我们本身 在那边的 香港商会 那个会员 其实每年都增长得很快 所以看到 其实很多香港 都积极地 开拓 除了内地 或者其他 南亚本身的市场里面 一个新的机遇 还有我觉得香港人的 变通 那种效率 那种管理的风格 其实在印尼很适合 是 Andrew 上一节我们提到 印尼的 所谓FDI 是外国直接的投资 新加坡是排第一的 香港是排第四 之前还有中国 大陆和日本 那样 那我们常常都会比较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香港 而我们知道 印尼和新加坡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 而且新加坡很多 富裕的阶层 大家族 其实那个 印尼的血脈 就很清晰 那会不会里面 都有一些空间 就说 不是新加坡人 或者是新加坡的 印尼华侨 那么积极 就是香港没有机会的 可能印尼的国家 那么大 市场那么大 还有很多商业机会 就是香港人可以去那边 深耕 发展 你自己那边 都工作了一段时间 你怎么看呢 哪些产业 或者哪些方面 香港人仍然是有优势 可以 不只是作为 印尼和中国的连结 我们自己的市场 可以怎么做呢 尤其是年轻一半 是 其实新加坡 长期来和印尼 关系密切 是因为可能很多时候 除了说 距离比较近 就是 我想很多 我们一代的人 都在新加坡读书 那变成可能 在那里受教育 以及受到 人际关系的网络 那变成很多时候 他们早期 会选在新加坡 也有条线 已经画了很多 是的 没错 跟一条线 其实另一样 就是我在这里的 印尼商会 经常都推广 就是希望引入更多的同学 印尼的学生 来香港读书 那最近 香港八大院校 都是开放了很多学位 或者奖学金给他们 那这件事就是 现任总统 其中一个 我觉得挺有效的政策 就是 他有一个Tax Amnesty 一个税务的 一个豁免的计划 就变成了很多家族 想当年 放资金在新加坡 其中一样 都是为了希望 税务的便利 所以现在大量的资金 其实是流回到印尼那里 而新一代接掌 很多家族生意 商界的朋友 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年轻的一批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乐意地 寻求在新加坡以外 找一些partner 找一些商务的合作 那变成了 我想香港 无论长期以来 我们很自豪的 比如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 或者一些 其实法律上 有很多contract 其实现在有些公司 都会摆在香港 对 对 对 甚至可能 刚才说的 比如我们在工业上的经验 管理上的经验 甚至一些 可能是科技 资讯各方面 或者最近 其实我们有个玩具 香港玩具代表团 来到了印尼 那时候 我也同一班 我们那边的香港商会人 接待他们 其实他们也会拓展 也会看回一些不同的地区 尤其是印尼一个 这么三亿人口的国家 一个这么大的市场 事实上 这个也挺有趣的 就是好像再回大 再做多一次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 是 没错 即是当年改革开放 如何将珠三角地区 的资源 工厂 香港管理模式 引入去 现在发大了 但是现在 9加2 9加2的9个大了 就说一起搞吧 那就搞大湾区了 香港人除了可以在大湾区搞 就可以将那套经验 又起很多资源 很多人才的印尼 再做多一次 没错 但是说到这里 不如我们引入我和许晶 订了出来的环节 我们叫Flipped Interview 不如给你访问一下 我们两个主持人 在印尼的角度 你会如何问我 如何问我们 如何看你们 或者你有什么想问 许晶和我 你请教Vincent 好的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来香港 例如像刚才 因为我觉得Vincent 可能比较紧密的密博 就是印尼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觉得 普遍香港人 看印尼的国家 是不是其实 都是主要是一个 有排华的这种概念 我觉得那个历史因素 固然是 仍然都停留在我们 父母背 甚至祖父母那里 但是反过来 由于 因为多了很多人 来的家务助理 来了香港 其实我们也多了解 不过我觉得 我也是第一次感觉 其实香港人 真的要避免一种 我形容为很法西斯的想法 就是别人来你家帮忙 你不可以 他也是你家的一部分 但是很多人喜欢请印尼 因为他们说广东话 比较好 所以他们又觉得 其实他们说广东话 比较好 就是了 既然人家说广东话 比较好 你是不是应该对人家好一点 就不应该把历史的阴影延续到这里 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 香港人对内地的观感也很奇怪 现在有一帮人的反共的情绪 也是很强 这个也是香港现在面对的矛盾和挑战 所以我也问许智 不如我问你 其实如果我们刚才说到 香港的下一代 新加坡的下一代 印尼的下一代 内地的下一代 你这四班人也有接触的 我们经常说很多在这个节目 不如你抽离一点 比较这四种年轻人 我又真的想知道你怎么看 反过来 对不对 我想这个问题我也是挺好 也刚刚也挺切身 就是因为本身我现在是一个 中资机构的任职 就是在印尼 派在那里 所以其实在我们公司里面 其实就是有刚才说的 不同的界别的人士 我觉得 这四种年轻人有什么不同 在你讲的 我觉得可能 你又不像我们做父母辈 或者父母辈那么老 就是你坚持一点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 所以真的 是的 我觉得 或者我说说 分享多些印尼 因为可能香港的朋友 可能未必那么认识 其实印尼 现在来说 譬如 他们可能就是 刚才的音乐 可能是十几年前的内地 因为他们看到 国家的经济 未来的前景 的预期 所以很多时候 我跟最年轻的 十几年的同事会说 你们出了粮 因为他们都是觉得 我赚到五元 我会够敢洗七元 因为觉得我明天可以赚到 是的 是的 还有印尼是一个 比较创业 精神比较浓厚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想 我会做一个start up 我会怎么做fundraising 所以其实 印尼现在都 发展到很多 一些成功的start up 还有印尼在 资讯科技的应用 我想是全世界 其中一个最大的国家 那香港人真是 年轻人真的 要看着其他地方 但我仍然觉得 香港人是真的有 很好的 就是有好的 长处 和有好的背景 是可以在一些 即是在东盟 一些地方去发展 我想 许正经常都说 其实跟别人争 是不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竞争力 你就要跟别人争 是的 所以年轻人都应该要 就是看下 不同的competitors 跟不同的人争 就会提升自己的力量 是的 Wintern 就像Andrew那样说 就是我们的镜像 或者对比 从而知道自己的长短 不是跟中国大陆的 跟印尼年轻一代 是他创业的一代 我们有什么长 有什么短 都要问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 一跟你比较 我们都要再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